一棟一棟的芭蕉像現在長在採收 收到很久沒有核主的影響 芭蕉生良減少在市民上也出現缺乏的情形 雖然今年的芭蕉比起翁蕉有比較小粒一些 但是在哪裡算是鐵膏 好不少跟一隻芭蕉的民眾 都把這個平常的好時期 因為漢季的關係 所以它水分 芭蕉的水分比較少 所以導致它的果實都偏小 不會很大 正常來講如果冬季它的果實 可以平均種如果可以一台金 今年都大概下降至差不多12兩左右而已 所以就是會比較偏小一點 但是甜度相對它一定會比較高 因為水分少 甜度會高 芭蕉是幾年樹櫃都有出生的幾個 第三上枯在進北昏的情龍張草聖 主要是進珍珠芭蕉 它說不一樣的規制就不一樣的挑選紅色 但是為它不便是 一定要選到皮三更年輕的口感才會好吃 在挑選珍珠芭蕉的關鍵是 也要看季節啦 你如果夏天再挑選 就是挑選比較不要那麼黃 就比較綠一點 但是你冬季的時候 冬天再挑選 你要越黃越好 然後其次就以外觀 外觀去區分 它如果外觀比較光滑平整的芭蕉 它的口感會比較差 你外觀要比較挑選 它比較粗糙 就像我們月球表面這樣 它不會光滑平整 它那個芭蕉 就是它的成熟度夠 它才會這樣 對著芭蕉的口感 有的人要吃脆的 有的人要吃柔軟的 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 不過不管怎麼樣 都希望民眾可以認識台灣有這個農產品 它是這個行動來支持在地農民 那這次我們得跟三大英雄三雄酷彩 好不好